到一個階段會叫男演員要發射 那一想到的話 就會可能會笑場之類的 那個叫聲一定是不得了 二十幾位女演員 可能可以從3D直接傳到101去了 我大學時期的時候是念影視相關科系 那一開始是先拍電子寫真的 可是後來就是經朋友介紹 剛好有家公司缺攝影師 然後就直接來 直接去那邊工作 結果進去現場才發現他們是拍成人片的 那你第一次到現場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一開始到現場 都會覺得很訝異 對於一切的人事務 因為那時候畢竟還很年輕 然後性經驗也沒那麼多 他現場看到真槍實彈男女演員的演出 就會覺得哇 就 shock 到 對 然後一開始還會很害羞 但漸漸後來拍久就麻木了 因為我開始拍電子寫真的 所以 心境是還好 但就是沒有現場看過 那現在現場看過以後 就會覺得說 嗯 他是很衝擊嗎 對 對 跟你一般看影片 跟看網路上看謎片的感受是非常 因為你一般人不會有什麼機會看到 對 人家在你現場演出的模樣 其實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私生活會有一些障礙 比如說跟另一半愛了鼓掌的時候啊 就會 腦海中就會浮現 比如說今天叫男演員 或者男演員做的體位或動作 那 自己現在也在做這個運動的話 那就會很容易軟掉 對 那 還有 比如說我們演到一個階段 會叫男演員要發射 對 那一想到的話 就會可能會笑場之類的 你自為笑場 對 因為每天都有不停的發射嘛 那我們還會提醒演員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對 那自己想到可能就難免 那不會解開嗎 當然會解開 所以就要花一段時間去調適 那另一半的心情是怎麼樣 另一半的心情喔 通常我笑了他也笑了 對啊 再來一次吧 就這樣子吧 會不會就結束了 也有可能啦 也有可能結束 最有印象的拍攝大概是 我們年初的時候有拍那個 蜜桃的感謝祭 20多個人 那我們那一場是 有連續三場 三天拍攝 然後現場是20多位男演員 然後跟一位女演員的製作 對 那連續三天拍攝 然後三個不同的女演員 那場面就是非常的壯觀 很難形容 你們想像嗎 就是20幾個男性 跟一位女演員 當他在現場做這種混亂的感覺 然後跟 就是 因為你平常的生活經驗 你沒辦法想像 當然有些人是有這個經驗 但我本身是沒有 就是一個女性 跟20幾位男性的 那我現在比較想拍攝的是 也是多人 然後可能看能不能 變成20幾位女演員 跟一位男演員 應該目前還沒有這麼多人拍攝 這種戲吧 對對對 但就是 可能 如果說這個能拍攝在戶外的話 應該是蠻壯觀的 應該 應該可是現在因為礙於法規啦 所以 可能還是沒辦法來戶外做這種事情 那如果在室內拍攝的話 那個叫聲一定是不得了 20幾位女演員 可能可以從3D直接 傳到101去了